我们今天要去中式料理吃饭 就这一间 我们进去咯 Let's go 结果刚刚我们走错间 也是到这里的10楼 旁边隔壁的那个饭店的10楼 叫水仙楼 在饭店的10楼 看起来好像到了中复 我们来到这个住的饭店附近的那个水仙楼中式餐厅 它里面的窗房就像那种电影里面会出现那种 旁人街里面的那种中式餐厅 就很有味道 然后有很多很多百事可能都很漂亮 像是一些玉座的龙 然后还有这些这种木造的这种 雕花 然后是红色 东部很喜欢红色 对 很有中式风格 然后连桌面的摆设 都很有味道 一桌 这个是辣子鸡丁 这个是糖醋排骨吗 是不是 他有什么做出的招牌菜 做出招牌菜 那我们来到这边点他的招牌是 熟 是一个熟的什么鸡 就是它的名字蛮特别的 熟应该是猪吧 是熟的猪 什么猪 对 所以听到熟就想说应该是很辣的 嗯 确实是有花椒的味道 就是那个喜欢吃辣的 很下饭的感觉 对它的香味很香 果然是主厨推荐 它炸过 然后再去炒 嗯 然后 它的花椒 它这个花椒相当是不是太很辣 它没有到辣 对 我觉得那种初学者可以点看看 就是那种初学者那种吃辣的味道 哦 但是蛮好吃的 真的哦 对 它的盘也还蛮漂亮的 洋葱用成这样的 哦 就是圆 呃 就是一块一块的 而不是一条一条 对 然后它就变成有一个很脆的口感 嗯 因为我们的洋葱都是不用电动 然后 洋葱炒多之后容易软 然后它用的这样子 你可以吃到洋葱的脆度 嗯 然后它的 因为炒过之后 洋葱的辣也降低 然后就带出甜味 这个洋葱的甜味 就是 这个可以那种 很放心吃洋葱 因为 大家吃洋葱最怕就是 嗯 嗯 没煮过的话 它太深 会那个 一米米分 那你煮过的话 就会太软 那它就是给你有 保留洋葱的脆口 但是完全不会腥辣 它有洋葱香 它是鸡条 炒面 这个菜是蛮好吃的 这个也可以推荐来下饭 嗯 而且它的量 我是叫小盘 结果它来的出火的预料之外 没有那么小 它就是两个选 一个是大 一个是小 我觉得小就已经很够吃了 对 你就可以多样 不用说一次要吃太多 嗯 它这个量应该是有就是 就是有设计过 可以让你聚餐的时候 吃不会太少 嗯 那刚好 人多的时候也不会说 就是不好吃 请客的时候也 夹一块肉就不一样 就是 比较体面 请客比较体面 那这应该是 它的 这个 辣子青丁 这个才是辣子青丁 这才是辣子青丁 这是水煮猪 水煮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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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才是水煮猪 这是辣子青丁 对 我想说 因为它那个肉的口感 这看起来好像辣子青丁 因为它那个肉的口感 是那个 辣子青丁的鸡肉 辣子青丁的鸡肉 所以那是更加糖 因为它还有糖 水煮猪 我们像我们到曼谷来 这算是第一次吃到正统的 比较正统的餐厅吧 就中式餐厅 之前吃的都是 属于那种店面 是小店面 然后做的一些小菜 你有 这个就会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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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直辣 就是 它辣味比较香 比这个辣就对 对 但是我觉得 它辣味的有调整吧 还是你有跟他说加小辣 没有 没有 那它这个辣 我觉得 不会太 太伤 不是新 不是新辣 我每次吃这种 中国菜 我都觉得吃到后来很痛 你说酸菜鱼吗 对 这个辣我完全没有 我们上次吃酸菜鱼 回去整个嘴巴还在痛 因为 它的辣是会痛 那 反正是魔鬼胶吧 然后这个就是 有那个花椒香 然后又有辣 它的辣又不会太辣 我觉得非常好吃 这道可以辣 还可以点汉菜 对 这道 辣子滴滴的话 它是有炸过 所以如果不想吃辣的话 我推荐这个 因为它水煮嘛 看你喜欢吃哪一种 但两种都有麻辣 对 因为有些人可能喜欢点那种 辣的一种菜 然后别的口味一种菜 对 那因为我们比较喜欢吃辣 而且是化椒 所以我们两个都不一样 好 太多 OK 哇 红薄肉 红薄肉竟然是这样 这么高纲 哦 谢谢 嗯 这个葱 这个其实我后来发现 它应该是 它不知道 它确定是 不是洋葱 因为 它的那个 有小段的部分 所以 小段是不是我就吃出来 它是大葱 或者是那种 人家说那种大蒜 哦 大蒜米 所以它口感 有粗的地方 有粗的地方 跟洋葱很像 但是细的地方就是 葱的那个 喜欢吃葱的人 就欸 我觉得有两种享受还不错 嗯 就是一道 一道 一个葱两个 两种 两种口感 不错不错 很好吃 那我点了一个东坡肉 那东坡肉 那东坡肉真的是很少见 就是 在泰国算是很少见的菜 然后我第一次看东坡肉 应该是 第一次看是用我 然后上来说 里面还在烧 就看起来很视觉上的享受 然后最后它会冲上这个 他就是搭配着一起吃 对 但是 它不是挂包 它是个面包 它是个饅頭 它已经有 还是变成这样子 然后你再把它 通坡肉 你看看好好吃 你看看好好吃 哦 夹进去 它很柔软 它很柔软 就是我擦下去那种感觉是 那种 很安心哦 就是那种很好的那种醋感 哦好香哦 这个味道 它会很烫 刚好 它刚上来的时候我不敢吃 因为它一直在忙 对 这香气很香 它的香气就是 就是有点类似台湾的那种 古早味的菜 大风 大风 就是猪肉 就是那种 喜宴会有一大 一大坨的那个猪肉 那个猪的嚼力 然后满满的嚼力 它味道很像 但是它会多了 它们特殊的一个香料味 就是 你会明显的闻得出 肉的味道是一样的 但是它多出来的那个 香 那种它腌制的香味是不一样的 很满足的表情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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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入口即化的肉 它肥肉会有两种口感 上面的那个鞭鞭鞭 或者比较有一种 那种啾啾的 就是像猪肚肉 然后肥肉的部分就是很软 真的非常软 很酱 我跟它咬下去 我几乎不用动牙齿 大概稍微嚼两次 我就把它蹲下去 然后那个肉香 就是 它的调味 不会去盖住它的肉香 它的调味是那种很 就是 点缀而已 主要是吃出它猪肉的 那种香气 然后把它蹲到很软爛 然后 我会吃一下它的酱 嗯 它酱 它酱就是甜味 没有太甜 跟 很清淡 清淡 但是有那种咸香味 是 因为我点了这一道菜 所以它 可能是因为酱 它就 后来就送上了这个 这个 就是吃的毛巾 然后 然后 重点是它的那个 香气 它也有加那个 冰油香气 还是那种 然后就是有香水 就温得起来 进去就是 就 这种小细节是真的 蛮不错的 然后又可以擦手 因为这个真的要用手去烤 然后 拿下去的时候 整个酱都流出来了 真的很好吃 就可以硬了 这边还有卖烤鸭 我们隔壁桌 它叫了一个烤鸭 是整只鸭 它大概 1400多块钱 一只鸭 它就这样会片鸭 很幽黎 我们现在在 普朗鸭区的那个 西尔顿的大部鸭 好 这样我要渡住一天 开箱 它是 好像不用卡 它已经有这个键 那左手边就是它的 三层就是 哦 可以放东西呢 因为从鱼竹筋放好的 那个 还有剥血 还有运动 跟那个 运动 运动 加 然后 商务的那款 就很 很显眼 但是很明亮 但是东西很少 冰箱的一些 水啊 什么 擦水 擦水 底下是扣子 底下是扣子 底下是没有东西 应该是放西装的吧 那里也可以打开 好 这保险箱 就是它的 它底下一样会有 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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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 抽屉 可以放些内衣裤 对啊 好 这边都是 这是一个镜 嗯 自恋镜 穿衣镜 自恋镜 里面都是浴室 哦 别有冬天 好大的啊 是 因为它的贝饼还蛮吃全 诶 不错哦 有素口水 然后 很喜欢它的 它的贝饼还蛮喜欢味道 是有没有 奥中性的 对你很喜欢它的贝饼我记得 你都会拿回家 使用 也 就拿回家 但是常常要批用 贝饼还就放到 哎呦好大一个 哈哈哈哈 穿衣衣服 然后干十分 其实有的 这种 房秦是没有浴缸的 它贝饼不错 它可以两组 就是 哦两组吗 里面一组外面 哦那很棒耶 算蛮大的 蛮棒的哦 因为我们还喜欢它的贝饼 所以 可以带去别人地方用 开始 心情就很错 嗯 然后它的那个联膨筒 感觉也 蛮厉害的 挺重心 重心 重心就忽略 扶刺 好 要这样 嗯 然后这边就是卧室 楼 它的空调好像不用插卡 嗯 一个小懒人沙发 这个我觉得很棒耶 还蛮简约的 我觉得 它很会利用空间 看起来就是 它是 防宽厂的 清醒满足 就是看起来 欸它有给这个 那是巧克力档 是不是 Wilcome 它Wilcome 还有一个饼干耶 好 你入住的时候 它在柜台 就会给你一个饼 对 然后 诶 这很漂亮 又是两支 它很用心耶 对 它是还帮你 用爱心 然后就 去花 就你要庆祝什么都可以 庆祝生日啊 庆祝结婚纪念日啊 这个抽屉啊 蛮多可以放的东西 这种喜欢带杂七杂八 对东西 那个派对东西 那排针蛮漂亮的 不错啊 它可以点整整 这里剪片应该很舒适 很舒适 住门恤处 吃一下老牧 你摔下去 都不会怎么样 它床也是Men size 很棒 我们等一下在来看看 其他的设备吧 对 大概七楼有那个泳池 对 那這是在櫃台入住的時候送的餅乾 就是一個那種美式的那種餅乾 它好像是他們這邊當地的特色 就是Double Tree的特色 這餅乾有點像那種Subway的那種餅乾 就是Subway常常會賣一些餅乾 因為看起來很香 它溫溫熱熱的 嗯,就脆脆的 然後裡面有很多那個鍋的 還有一些芝士葡萄乾嘛 就可以嗎 比我想像中的好吃 因為我以為是乾很硬 所以它很酥脆 就很好咬 你不會像咬到那種硬 像那個 不會咬到那種硬的鑰匙 那咬下去 不太需要Fatting 然後它的鬆軟度非常好 它的鬆不是那種麵包 像是那種餅乾那種鬆 有點像威化的那種 或者是消化餅那種 哦 滿好吃的 然後它裡面很多東西 所以你吃起來不會很渴 它有那種濕度 就是它那個 果仁是濕 包有那種濕度 不是只有乾的果 所以很好吃 我們在那個沖繩 出Double Tree 也是 也是有 有送餅乾 剛好下午茶都是有點小 一開始巧克力吧 巧克力 蠻大小的 包裝的算蠻精緻的 嗯 好 我很喜歡希爾頓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每一間飯店 都有它的特色 它這間飯店的特色就是 它會送一些小禮物 應該是牛奶巧克力 因為我聞到牛奶巧克力 哦 就是單純的 牛奶巧克力 裡面沒有東西 就是這樣子 就甜甜的這樣子 微甜 這種巧克力都比較甜 哦 但是因為 它有奶味會比較多 對 感覺就是比較適合小朋友吃 大人的話 我還是喜歡吃一些 比較沒那麼甜 像這種房型 這種飯店的話 它CP值就會比較高一點 就是 就是 如果假設你有預算上的考量的話 就是可以來煮 對啊 而且它 它給我們很高的樓層 還不錯啊 環境不錯 不會太有壓迫感 雖然附近建築物很多 因為這邊附近都是飯店 所以建築物非常多 它這間的特色 應該就是年輕一點 衛生房在這裡 有沒有好的設施 還算OK 還算OK 還算OK喔 就是算 算有東西就對了 算有東西就對了 不是只有舉重 不是只有壓力 欸 view還很好 就是 感覺像社群 對啊 那個人 穿長袖躺在旁邊 那人真的看過了 呵呵 是有你要的設施嗎 不夠齊全 不夠齊全 但是有腳對不對 有 這個啦 這個很重要 好 這邊還有水可以喝 好 出去了 要像這個 6點到10點 對啊 還不錯耶 我覺得 雖然說沒有很高樓層 可是 可以很舒適的躺很久 很棒 對 而且它沒有 沒有烏雲喔 不是 沒有太陽 不是烏雲 沒有太陽 它有咕嚕咕嚕的 是不是很冷 對啊 它上面這樣子 它都沒有熱水 還好這邊沒有什麼 冬天的感覺 哈哈 要關水吧 要關水吧 哈哈 這道菜的名字還蠻漂亮 叫 金絲雲腿脆鴨骨 就 聽起來像是 炸的蠻酥脆的這個東西 然後 我們來吃看看 這個味道 同學有些配菜 炸的很酥脆 跟那些麵線 看一下 很脆 很脆 炸過的很脆 又炸的很脆 這是鴨肉丸 然後很好吃 它的五味調味蠻特別的 感覺用五香粉 然後 因為鴨肉丸是很少見 通常都是豬肉丸 然後甚至是 雞肉丸 那鴨肉丸很少見 所以它有種 配上它那個 五香粉的調味 你的 那種味覺就是 第一次吃到這種口味的 肉丸 然後非常好吃 它弄得很夠味 然後裡面是包著糖 那種肉汁 很好吃 這道是碧綠蠔油脂 就是它是用蠔油那種甜醬油 就是 就是 滷雞肉的感覺 那它會附一個 像類似香港 港式油蔥醬 就是油蔥醬 油蔥醬 它的雞肉是 就是 算是燉得蠻軟爛的 可是我覺得 兩者搭起來 就是 我還是 我的 我的刻板頁還是 喜歡加油脂 就是 港式的油蔥醬 加上他們 港式的油脂 它這個 乳過的 乳過的雞肉就是覺得 沒有很搭 還是吃原味 它還是甜甜的醬油 這樣子 這道我覺得還好 因為其他 其他的菜是 太耀眼 然後再加上 我們有點 乳的東坡肉 所以 這把乳的那個 美甘蔻 這個表達也會是 贏過它 因為 乳這種東西真的是 豬 豬比較適合 因為豬的那個 脂肪的厚度 比較厚 它乳起來會有那種 有香 那這個就會覺得 就是 它有搭配菜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想想吃 那個 雞肉的話 可以點點 這道 我沒有很推薦 但是這道超推薦 你看一樣是乳的東西 你想吃哪個 價錢也一樣 對啊 這沒有跟昨天的東坡肉 東坡肉是 把你弄成 小塊小塊 小塊 小塊 它是片狀 片狀 但是 梅菜在下面 這肉很厲害 看來 看來就是兩隻養肥三隻 然後再配點三隻 然後再配點三隻 那這 我覺得它的 這道菜 你看 東坡肉 跟東坡肉 都是吃得點 如果你很愛吃這種肉 你可以兩種多 你看那個三層肉啊 瘦肉的部分 然後這肥肉的部分 然後還有兩個中間 三個顏色 然後再叫皮 讓它皮補成這樣 那種 皮那種 QQ的皮 把它補成這樣 就是補 盡量盡量 看來就好好吃 好厲害 入口即化 然後 配上那種 美菜的那種 特殊的味道 跟微微的那種 美菜的那種 酸 甜膩 這道 超下飯 我覺得本來昨天吃東坡肉 你覺得很好吃 所以這道更下飯 超讚 有口水的一道菜 然後它要配這個饅頭 饅頭 我有吃過 那是鴨桶餅 我還是喜歡配飯 我們是台灣的 控肉飯的那個 那個什麼 本師 對 所以這樣子配我最喜歡 那饅頭就拿來配雞肉吧 好 它還有烤鴨 下一次可以吃